楊嘉誠被警方通宵扣查後 被押送到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他被控五項洗黑錢罪名 涉及7億4千8百多萬 控方指 被告由於只有三分一的時間留在香港 要求還押警方看管 而辯方表示 被告是知名人士 又是百名漢球會的班主 需要處理球會財困 加上家人在香港 沒有計劃離開香港 要求法官批准保釋 法官批准案件押後到8月11日再提堂 楊嘉誠亦都獲准以合共700萬元現金 及人士擔保保釋外出 據消息指 警方毒品調查科核夏格夫調查組 早在兩年前接獲線報 有銀行戶口發現 幾筆巨額款項運作有可疑 經調查後將楊嘉誠拘捕 51歲的楊嘉誠被拘捕後 英冠球會百名看待主席彭比德 在球會網頁發表聲明 表示接到百名漢環球控股有限公司的律師通知 至於公司主席楊嘉誠正協助香港警方調查一宗刑事案件 並指事件與控股公司和球會無關 相信不會影響球會的運作 香港封頻電視機者鄭麗儀